星期五當然要講輕鬆的事情 我們今天又講一講 我和周春的共同嗜好 就是漫畫 你是否看廣漫 我看很多廣漫 廣漫都看 現在就比較少 很難看 現在很少人看廣漫 現在如果你說報檔 應該只有五至六本是定期出的 2000年之後 我看到看廣漫的人 全部都是有錢人 我那個年代看廣漫的人 全部都是窮人 大家有窮人 幾個人夾 還要幾個人黏著 現在那些其實是很高級的 全部那些有錢人看廣漫大的 我看到 當然是衰頑的那些有錢人 全部看廣漫大的 其實周显的另一個身份 我想大家可能也不知道 他其實是做過很多不同的漫畫的編劇 監製的角色 其實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為何你突然會去做漫畫 那些藍漫畫是一個快速行動的事 這樣就去做 大家就發現 嘩 簡直是死路一條 於是就不做了 為甚麼呢 整個公園當時進去 你覺得很大 但當我一進去的時候 其實已經開始在跌 然後你會發現 外出很少 而且你會經歷很多 當然電影可能會更加惡搞 但問題是 至少你電影還可以 寫完故事之後 你還可以拍 而慢慢寫完故事之後 你是不能拍 而且整件事 你會覺得他們的水平是很低的 即是本身的思維水平是很低的 所以整個 所謂的思維很低 是為甚麼思維很低的 即是那些人的知識水平很低 你只能夠畫一兩種東西 那樣東西你就打不出去 而且那些人 他們沒有日本仔的職人精神 全部漫畫仔究竟是怎樣的 漫畫仔就是一個 漫畫家 先去漫畫仔 先去漫畫家 通常他入行的時候 讀書不成 很喜歡畫公仔 很喜歡看漫畫 那麼入行 不知為甚麼 日本漫畫家 譬如我們很喜歡 弘兼憲士那些 是畫一輩子的 香港那些 不知為何 一成一名之後 就喜歡賺錢多於甚麼 全部不喜歡畫漫畫 很厭惡畫漫畫 到二十多歲之後 就很厭惡畫漫畫 全部是喜歡做生意 喜歡錢 是多於喜歡做創作的 我見到全部 其實香港的創作人都是這樣 包括做電影的人都是 做電影的人都是 做電影的人 最初的時候 對電影很有熱誠 拍了一大輪之後 然後就發現 都不好了 都是對錢好些 到最後香港 這個是香港創作人 普遍會還你 對香港 因為可能香港 香港是要很多錢 才可以過得到 比較有專業的生活 即是說 你覺得 可能是有車 有三千尺 兩三千尺的屋 在外國來講 可能你是一個 中產階級 你可以的 我不用太貪心 我做一個中級官員 找維港 只有十萬八萬 七百萬 我已經過了一個 很優秀的生活 但在香港是不行的 所以就變成 所以你這些外國 很多人說 我做了這件事 我就不要緊 我做了有興趣的事 無所謂 因為很多專業都可以 但香港來講 你真的 如果你要過得外國 那種 不要說車的工人 你至少說車 有一間 有一間 比較企利的屋 你那時候 那時候已經幾千萬 香港你沒有辦法 你一定是非常貪錢 即是說 這個其實是 香港的那個 客觀環境 是迫到 大家都不能夠去 長遠追求理想 不要說不追求 不只是這樣 你追求了 到最後 整件事 之後就扭曲了 譬如我做過一個作家 我做過一個作家 我在香港的時候 是沒有人理的 但是如果我們去 我去外國 那時候入境 例如日本 加拿大 美國的那些入境 你是寫著 你是寫著 然後你是寫著 很nice 但是香港 我長東對待的時候 或者相同的對待 接著那些人對我 很尊敬的 你做什麼 做炒股票 那些人很nice 即是是相同的 即是那樣東西 你是一個好賺錢 那你不要多錢 那你就有相同的狀況 但是如果你在外國去到 你說你是做股票 那些人是完全 沒有feeling 或者可能 即是 即是 你講了創作人 在外國 所能夠獲得的對待地位 以及在香港 是完全不同的 你講這個 都挺煩人心性的 那我們先拉回來 講漫畫 講一下你的話靈 即是看漫畫 你幾時開始看漫畫 四歲 那你看什麼 那你看漫畫 那你看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漫畫 和文字的書籍 基本上 其實像你所說的 大家的文化鹹養 那個營養 是不同的 那你追求的是什麼 當時 其實呢 我對於Viso是很差的 所以我看漫畫 其實都是看字 當然是看文字 是的 都是看字 即是對於圖像表達 他們那些 嘩 即是跟漫畫者一起聊 漫畫家 他們說 嘩 那個表達很厲害 我心想是什麼 我不好 我都是看橋 其實漫畫 我都是看橋 不是看圖像表達的 但你看橋 其實你覺得 八、九十年代的漫畫 那些橋真的這麼大 我為什麼這樣問呢 其實我有一點點覺得就是 你看那個年代的幾本 即是很豐行的漫畫 其實那些橋 都是跟小說差不多 不是 當然不是 對啦 差的小說很多 有些跟小說那些 抄襲 對 我覺得是這樣 什麼是一個business 或者一件事 即是九十年代的電影 可以不可以呢 其實不是下去了三幅片 難道你覺得 最佳選友的精裝俗越仔很好看嗎 嗯 你會發現那些東西 原來當它很好看的時候 就是亂來都可以 即是那些人 你會造成了 其實你看龍虎門 全部都是相同的橋 他在100期之中 只有大概六、七期是好看的 就是只有幾個故事是特別的 但是你就因為那幾個特別的故事 然後你就一直這樣看 然後發現周恩快拍的那些戲 其實只有幾部是可以的 即是只有幾部 其他全部都有很多爛戲 但你不要緊 你只記得那幾部 幾部就可以 那什麼叫business 如果那個business 就是那些東西很爛 你都還可以賣 如果那些東西全部都要靠好才可以賣 那你就不用搞了 即是現在 為什麼當時的時候 慢慢的事物是這麼興起 就因為你有很多爛的東西 但爛的東西為什麼都可以 即是日本人是應該可以的 因為他的東西本身是好的 但香港才厲害 因為香港是爛的都可以的 所以完全那些是爛的 所以到了最後 你就養到爛了 但是那個的所謂 你剛才說 譬如2000年之後就開始滑落 有很多人就會歸咎 就是因為盜版 在網上有得看 漫畫的盜版很少 多數都是互聯網 還有有了太多的東西競爭 即是其實上網是對他們最大的打擊 不是因為上網看漫畫 而是那些人連漫畫都不看 就是這個柴門民講的 現在那些人不要看字 連漫畫都看 即是已經到達 不但不看書 是連漫畫都不看 如果這個邏輯繼續下去的話 會不會真的 其實都沒有得翻新的機會 港漫 港漫已經沒有得翻新 港漫 因為我認識一些人做港漫 那些人跟我說 現在以前港漫還可以教大陸人 如果大陸人覺得自己畫得好 實際上也是 因為他們看日曼大 所以香港港漫 基本上那個市場大勢 如果你是港漫 港漫 香港電影 都比台灣 最少台灣大陸那些 假裝 就算台灣這麼小地方 他都做得好 香港最重要是拍電影 香港電影 因為你本身是基於一件事 你的水平 你做得到 你做得到 全部出爛的東西都可以 即是拍爛的電影都可以 因為人家沒有爛片 也沒有爛的漫畫 但問題是 現在當你要考真功夫的時候 就是人家贏了 但那時候不用的 那時候 港漫 因為人家沒有那種風格的東西 人家覺得 沒見過 就很有趣 很厲害 但現在也沒有 港漫已經失去了他的靈魂 他的靈魂在哪裏 港漫是靈魂 其實人家覺得 港漫是靈魂 黃玉郎和馬榮盛 都有靈魂在 黃玉郎的靈魂 其實在黃玉郎的QFinal 4 是很差的 但問題是 他很聰明地 將一些東西 無端端撞中了 就是 日本仔的formula 就是 青少年 fraternity 成功奮鬥 那些東西 他就畫在小林文那裏 後來是龍虎門 那條formula 其實那些東西畫了很久 搞了很久 之前是獨臂小刀王 小魔神 全部都是這樣 為什麼小林文可以呢 其實就是日本formula 但他不知道 那些是熱血formula 那些叫做 但他就不知道 他無端端撞中了 然後現在 那些人看了那些編劇 因為水平太低 現在那些編劇 就搞了熱血 但現在其實看的 龍虎門全都是老餅 你再搞熱血 還搞得大家健不健 那些錯了 其實老餅 我喜歡看什麼 就是在黃郎小時候 我們大家一講一講 昨天才講完 最深刻印象的 就是教我們什麼叫寶時節 他帶了我們去第二個世界 什麼 Suzuki 電單車 電單車 砌車 然後那些人很好的生活 那你就會帶來這個世界 而現在 你說的是他的專欄 那些人畫得這麼漂亮 把一些比較高級的畫的技巧 就帶了來香港 所以我們覺得很高級 整個東西是一個高檔的東西 但是現在 就是說 其實 那些人覺得漫畫低檔 實際上我們看的時候 覺得很高檔 但問題就是 你不認識而已 但問題就是 後來現在 喂 你天天還在這製作漫畫 還在說你打得多厲害啊 多厲害啊 打power 你已經覺得沒事 其實我們如果這個老餅想看漫畫 是想看 一些我們見不到的生活 即是那些巧合 不是 見不到的生活 即是說你現在說的黑方 跟著之後 你就要去 你就要去 給了很多 硬資訊 你好了 即是為什麼看牛腦古惑仔 即是真的要 informative的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你看牛腦古惑仔 那時候怎麼好看呢 因為我們很想知道 黑社會世界嘛 其實你沒有informative 原來黑社會是這樣的 你會有很多東西 原來是公軍的 那些牛腦 你有沒有看 黑社會 小腦古惑仔 小腦被人偷車的 我忘記了哪一段 第一集 其實陳浩然被小腦偷車 那個就是牛腦 真正自己被人偷車 寫出來的 那你還會很有生活法 你很有什麼 你沒有了這些東西 他現在就是 大家就是在那裡幻想 在直升機裡打 那你沒有了 那些很生活法的東西 這裏你還沒有好理 即是現在又變回 好像武俠片一樣 是嗎 還是一個很荒唐 而且在那裡解釋不到 你太厲害的武俠片 你那個人要追求長生不死 你是黑幫首領 你是追求長生不死 你永遠是解決不到 整件事全部變成好離地 你沒有了所有的親切感 亦都沒有了所有的 現在 即是 以前的要求和現在的要求不同 以前的要求 但是你說的故事出來就可以了 你可以那個故事 是完全違反了所有的科幻常識 或者武俠常識 或者歷史常識 是可以的 現在不行 即是說以前藝康寫的科幻小說是可以的 但是藝康寫的那些是很好笑的 其實是完全違反了 藝康不懂科幻的 你那時候看過也很過癮 但是今時今日 你要看劉慈欣 因為劉慈欣那些會 因為那個標準不同 但是現在的漫畫仔 你接受不了這樣的標準 是全部創作出來的 而你看日本仔是不會的 即是 我也理解你的看法 即是 譬如 之前幾年前 我看過人醫 那它真是 整個解否學的圖 即是畫出來 是 現在不可以這樣 但是現在他們全部 創作這條條很厲害 很厲害 是完全沒有一些 比較硬正的research 即是沒有實的 所以那些人是水平本身太低 你沒有辦法能夠去 再駕馭那個創作 是 你沒有辦法 如果但是水平高都沒有用 因為你不可以再變 因為香港市場太小 現在大家 即是 不是幾十年前 不是回去的 現在全部是要 十幾億人市場 或者幾十億人市場 即是日本仔漫畫 為什麼還可以 survive 因為日本仔已經打 進去英國 發覺全部看完日本仔漫畫 即是變成它的市場很大 現在沒有一樣東西 即是像小時候 我們看 一人說看球 1950年代 六年代 香港是足球王國 其實香港的足球 那時候的足球 不是比現在 而且那時候沒有電視 傳播 香港的人打得好 打得很厲害 現在每個人看電視 看一看西甲 那些 一看香港已經不行 即是全球化 所要求 即是有得比較 就不同 是的 以前的日本漫畫 不是那麼多流傳到香港 所以大家就沒有得比較 現在全部 任何一個世界 都要打到國際幫 好 今天跟周健談到這裡